哈喽大家好我是尼玉 随着LGD NANO面板的降价 各家都向着2000以内的NANO 2K高刷显示器开始进军了 机械师也推出了自家的NANO小金刚 就是这款机械师星辰NANO 采用的是SSA2面板 也就是俗称的二代NANO IPS 具体表现如何我们往下看 一款显示器的配件提供了60W的外置电源 电源线DP1.4线HDMI线和校色报告 安装过程比较简单 先将支架嵌入显示器背面凹槽中下压至按扣咬合 然后底座对准支架的底部拧紧螺丝即可完成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来欣赏一下机械师星辰NANO的外观 正面是三边窄边框设计 正下方是机械师白色英文logo 右下方是OSD按键间位图标 从左到右分别是菜单上下返回准形开关 没有五项OSD摇杆差评 背面正上方的两侧设计成了V型排布的散热孔 并用橙色的塑料材质装饰加一点缀 增加了显示器的辨识度 右下方应有显示器的尺寸字样和宣传语 SQ-SUR 没有灯带好评 我觉得显示器背面要不然就干安静静的不加灯 要不然就把光整的贼俩能打在墙上那种 弄个不亮不暗的灯带纯纯没意义还加成本 显示器的接口提供了电源口HDMI 2.0两个 DP1.4一个和3.5mm耳镜麦口 DP1.4接口实测可以开启2K170Hz 10bit 没有出现断层 如果想要发挥2K170Hz 10bit的完整性能 建议使用DP1.4接口 HDMI 2.0接口最高支持到2K144Hz 8bit 然后我们来看看显示器支架的表现 这款显示器的支架 支持升降 复养 水平 垂直旋转调节 升降阻尼杆均匀 手感比较厚重 稳定性很好 几乎不产生晃动 复养角度的调整阻尼杆均匀 手感同升降一致 稳定性很好 几乎不产生晃动 左右调节阻尼杆均匀 手感比较省力 晃动幅度很小 垂直旋转 支持正负90度调节 手感一样比较厚重 且几乎不产生晃动 调整的过程中到了一定的角度 会感受到轻刻的停顿 这里要给一个好评 因为戒指的支架提供了足够的高度 所以旋转时也不需要担心边缘打到底座或者桌面 这款显示器的支架表现 我的评价是比较优秀的 虽然调整的过程不算轻盈 但是稳定性是比较不错的 各位小伙伴就不需要额外购买支架或者支架臂了 支架体验的结尾 按照以往的流程 我们附上显示器的空间占用数据 让各位小伙伴确认好 电脑桌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放置 然后我们进入到开机环节 按下电源键到进入桌面 总共花费约7.5秒 开机速度较快 待机唤醒时间花费了约5秒 通过显微镜功能 我们拍摄到显示器的像素点为调形垂直排布 进入到桌面的第一观感 就是nano面板特有的通透色彩 完全没有油腻感 切换到纯黑色的桌面 肉眼也不会感到明显的发挥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届身默认是6500K色温 如果喜欢冷色调 可以在OSD菜单中将色温提升到9300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OD表现 OD只有开和关两种模式 开启OD功能之后 我们以1千分之1的快门 进行了追击相机的抓拍 没有看到任何的信号过冲 导致了鬼影 随后我们进行了OD显示速度测试 实测这款显示器的GTG 平均无规定显示速度为4.35毫秒 属于正常的nanoIPS水平 真数实测 我们采用了TEST UFO网站的真跳过功能 分别以11分之1秒和18分之1秒的快门进行抓拍 分别看到网格为17格和10格 均达到了宣传数折的170Hz 且没有出现跳格 频闪测试 因为显示器没有预设额外的清景模式 且SDR和HDR模式都会得出如图这般的波形 所以这款显示器属于全程低赛跳光 没有上眼的频闪 游戏测试环节 我们开启了OD运行的CSGO 肉眼是完全看不到鬼影的 所以OD打开之后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3A大作的体验环节 分为SDR和HDR两种模式进行展示 SDR模式下白天场景可以看到 太阳轮廓和光运之间只有模糊的边界 说明这款产品对于高亮场景的表现能力 是比较一般的 然后轻换到夜景 夜景的热眼感觉是暗部细节表现得还算不错 墙壁和角落的地面依然能看到材质的表面纹理 但是如果画面同时存在暗部角落和高亮霓虹灯 整体的感受就会有些发白和发雾 这点大家也不需要担心 开启OSD菜单中的动态对比度功能 场景中的明暗亮度就能自动调整到更加接近实景光线的展示效果 最后看一下暗场表现 这里也出现了一样的发白和发雾的问题 应该是介绍考虑到nano面板天生较低的对比度会丢失暗部细节 所以小幅拉高了整个画面的明度来保留部分暗场画面的表现 肉眼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墙壁上的涂鸦以及瓷砖的 如果你希望画面显示更加自然 这里依然可以开启动态对比度功能 让显示器自行调节 接下来我们看看HDR模式下的游戏表现 首先是白天 我看到这个画面三秒左右就打算关闭了 因为第一感受是画面有一层沙尘滤镜 HDR本身也会强制让显示器以sRGB模式去展现画面色彩 这样其实就会损失nano面板广色域的优势 再者太阳轮廓和光运之间的边界不仅没有变得更加明显 反而两者的边缘融合在了一块 所以高亮的表现并没有比sdr模式得到提升 色彩特点也被和谐掉了 夜景体验我觉得也比较难受 因为和sdr模式相比 霓虹灯的过曝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 光运反而更大了 有种散光的感觉 给我第一感受就是满屏的灯 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光污染吸引住了 之后换到光线更暗的室内 这次倒是消除了发白和发灰的问题 但是整体的色调仿佛涂上了一层淡淡的暗棕色滤镜 色彩还是不算自然 目前我们接触了多款HDR400正式的nano面板显示器 几乎开启HDR后都是产生了负优化 所以真的不是很建议大家开启他们的HDR去玩端游 而且这款显示器的osd自带的动态对比度功能 已经在努力解决nano面板天生对比度低的一个缺陷了 HDR最后环节让我们再来看看HDR偏圆的表现如何 色彩方面红绿蓝三色的饱和度还算OK 没有出现低饱和或者过饱和的翻车现象 小霞色的话就是44秒开始的橘色灯光 有一些油腻感 51秒的彩色灯黄色和橙色之间的色彩层次 有一点粘粘感但是也能区分的开 色彩表现十分满分体验的话 届时拿到六分应该是问题不大 高光表现可以参考23秒建筑之间的广告牌 这个亮度层次感表现一般 和画面中光源较弱的角落 亮度产生了断层式的对比 稍稍削弱了整个画面的立体层次感 好在过曝的问题还不算明显 整体的感受是没有明显短版的 高亮度表现放在nano显示器中 综合能给到7分 时候我自己做HDR表现的能力也比较差 但是我能看出来 届时在面板有缺陷的情况下 已经努力做到了合格线以上 暗场表现给了我一次意外的小惊喜 44秒处我能清晰的看到 右下方百叶窗的表面纹理 原本我以为这一块会变成一大片的死飞 但实际的表现还是合格的 1分40秒场景 右后方吸灯大厦 也能隐约的看到楼层 暗场表现我想给到6.5分 综合来看 这款显示器的HDR偏远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暗场黑块 和高光过曝的问题 算是比较用心去调教了 这个环节给一个好评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实测数据 届时有三种模式 分别为默认模式 SRGB模式和DZIP3模式 这里有一个我觉得比较贴心的设计 就是三种色彩模式的色温 都是默认6500K 且不锁色温的 说人话就是给了游戏玩家 更多的一种选择 多数玩家不喜欢画面偏黄 那就调到9300K的冷色调 如果考虑到降低蓝光去护眼 那就调整到5700K的暖色调 末日模式下 色域覆盖100%SRGB 89.58%RGB 95.2%DZIP3 色温7010K 色准平均DLT1.98 最大偏差是4.22 色彩均性最大偏差值为DLT4.3 亮度均性最大偏差值为14% 这个表现属于不冷不暖 且色彩鲜艳的调教 作为默认模式 既可以展现色彩的鲜艳度 同时也不会感受到画面整体发黄 SRGB模式 色域覆盖97.5%SRGB 色温6382K 色准平均DLT1.68 最大值6.06 色彩均性最大偏差值为DLT4.4 亮度均性最大偏差值为13% 这个模式因为实际色温和6500K 差距比较小 并且色度均性表现还算不错 所以还是能兼顾一些简单的设计工作的 DCI-P3模式 色域覆盖95.11% 色温7077K 色准平均DLT1.56 最大值3.29 色彩均性最大偏差值为DLT2.9 亮度均性最大偏差值为14% 色彩均性表现很好 是可以胜任做苹果的拓展屏的 不过因为没有High DPI功能 所以和Mac也没有完全适配 毕竟还是以电竞为主的产品 可能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需求 亮度和对比度的测试刚好可以解释为什么HDR表现不好 因为SDR和HDR前后亮度变化不大 也没有明显的对比度提升 在这个前提上 HDR还是强制以SRGB色域显示画面 导致nano面板的广色域被限制了 我觉得与其如此 不如只用SDR模式下的动态对比度功能 来优化游戏的光线 以达到更加自然的光线和色彩体验 这里能看出机械式的产品优势 那就是比较完美的高亮度激发 能做到400尼特以上 同时星辰27nano在SDR模式下就能达到900以上的对比度 这个表现在2000价位的nano二代显示器中属于T1T队的水平了 所以在产品力方面 皆是并不逊色于大厂 光谱测试图可以看到蓝光峰值在451.2nm左右 不属于硬件级低蓝光护眼 最后我们对这款产品做一个总结 其实星辰27nano在研发过程中是征求了我的很多意见的 包括想象速度的优化 色彩的优化 多色彩模式加不锁色温的功能等等 其实包括最后的定价环节 我也都有参与的讨论里 结果没想到LG在双11一波干碎了全部品牌 这个真的是想不到的事 当然LG的GP83B也不会长期卖1799 如果没有买到的话 既然是这款nano小金刚也是很不错的替代品 胜在价格稳定长期有货 总的来说星辰27nano的色彩表现出色 支持三种色域模式切换 不锁色温也不锁亮度 想象速度也达到了nano显示器的平均水准 对比度虽然没有到1000比1 但是在nano面板的产品中属于很不错的水平了 全程DC调光 而且支架的稳定性也比较出色 缺点就是没有5项OSD摇杆 操作OSD菜单是比较麻烦的 而且HDR的表现聊胜于无 另外我还发现了一个bug 就是如果你之前打开HDR 后面又关闭了 那SDR亮度会下降到330nit附近 虽然在OSD菜单里依然可以调节亮度 但是没有办法恢复到之前的峰值亮度了 此时需要重启显示器才能恢复 希望机械式能尽快改进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热的上期视频 3 6 6 4 8 4 7 6